YAK Studio的Local T和Local 物品 現在是SIMERSEA 我是蕭倫 今天我們要跟大家開箱 YAK Studio的Local T和Local 物品 因為我們上一次 限量出100件Local T 我們搶不到 我們唯有搶第二波 Local T 但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為消費捐出 我們終於有資金買一個 YAK Studio的Local T 這條影片都會放 我們穿YAK StudioLocal T的OTD 如果有興趣的觀眾 要看到最後 我們差一點就100訂閱 我們差4個就100訂閱 看到觀眾還沒訂閱 就馬上訂閱 我們事不宜遲 開始 我們先開箱 YAK Studio的箱 打開它是燙開的設計 買了四個色的紙 其實不是四個 兩個色的紙 黑色和白色 總共有四對 哎呀 掉了一個貼紙 我們先看看貼紙 YAK Studio的Local貼紙 斷了 YAK Studio的貼紙 然後相信大家都很熟悉 雷鳴向天 老神仙裡面的雷鳴向天 雷鳴向天 福壽賀老神仙 相信大家都很熟悉 那我們現在看看物 物 它是長物的設計 看看黑色 開出來給大家看 隔著膠袋 好像… 近著的波爪 好長喔 比上場中長喔 摸起來很厚實 對物摸起來很厚實 好 然後這個 它的Logo 都是次手設計 看上去也很有質感 好 那我們看看白色 嘩 白色就是這樣 都是很有質感 很厚實 夏天穿我覺得 有鹽少少葉 夏天穿 鹽少少葉 Logo 都是次手設計 很硬正 看上去也有質感 嘩 我就… 應該都是喜歡黑色的 感覺上它… 出一點 整體的感覺 出一點 黑白這兩色 就最容易配搭 不知道大家喜歡哪種顏色呢 剛剛呢 就開箱了這個 Logo 我們現在開箱 Logo 打開 也是看到 YAK Studio Logo 貼紙 還有 雷鳴向天 好 我都沒有看過這件 特意丟上大家才來開箱 我女朋友 已經急不及待想看到這件衣服 有什麼實物 對 這件是Logo 隔著膠袋給大家看看 OK 現在開箱了 啊 這個整個 襪子和Logo T都是藍裝來的 所以就會比較大件 我們依然買了M size 藍裝M size 什麼啊 人家買完球鞋都要買一紋 身衣一紋都很正常 這件衣服就是Oversized T 然後中間 看看再摸下去 咦?它不是那些 那些 那叫什麼? 它不是那些 就這樣燙印來的 因為呢 要摸下去才感覺到的 不知道大家看不在這裡 它不是燙印來的 它是有些叫什麼 熔毛 總之不是燙印 有質感的 也有凹凸的感覺 它的Logo 字都有凹凸的感覺 那它後面的 又叫Ted 我叫Ted 這個也是YAK Studio 第二個字眼 M size 藍裝 大家很容易看到 之後呢 衣服的前面 底 就有個 也是YAK Studio的Ted 整體就很簡潔 中間就有個Logo 這裡 就走得出街了 好 那我們就介紹完LogoTed 和Logo物 那我們就現在出街去拍我們的OOTD 好 開始 到底是最好看的 就可以 不要 不太好看 就像我一樣 那我就想像你一樣 好看 有這個 還是可以 剛剛就看完我們的OOTD了 不知道大家覺得我們搭得好不好看 如果覺得好看的話給我讚好 或者留言告訴我 如果大家喜歡看穿搭類型的影片 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留意我的動向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給我讚好 分享出去告訴你的朋友 少倫女朋友終於買到 EX Studio的Local Tea 最重要是訂閱這個頻道 我們下條片見 Peace! Evangelion新劇場版9 さてこの次もサミサミス!